作为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的配套活动,以合作创新共享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9月18日在福州举行。 与晚届不同的是,此次论坛两岸仓会人员通过线上仓会,以互联网形式构建两岸交流合作新桥梁。 在后疫情时代,如何促进两岸产业互补,共寻合作发展新机遇,成为了当天论坛上两岸嘉宾共同关注的焦点。 人群中,记者见到了在大陆创业多年的台商陈梦邦,福建平坛综合饰演区台湾创业园是陈梦邦来大陆创业的孵化点。 它的企业主要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服务,得益于大陆推出的系列汇集台胞台企的优惠措施,近年来它的企业快速发展。 在税务方面,或者说在金融资质方面,其实我们就受到很多各方面的资质,所以我们复工复产都没有什么障碍,没有什么问题。 我觉得两岸真的应该要加强合作,更深入地说看怎么样的交流,那有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来这边,然后来享受这个发展的红利。 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将于9月19日起在福建举行,对于本届海峡论坛,与会嘉宾也有更多的期待。 每年一次的海峡论坛,除了是可以跟大陆方做一些基层的交流之外,也是很多在这里奋斗的朋友,大家见面一次的机会。 那所以大家其实格外珍惜,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格外珍惜这次机会。 所以大家都很蛮期待这次海峡论坛的举行,那希望通过这次海峡论坛了之后,能够让两岸在疫情之后有更正面的认识。 就是在民间上面,包括这个经济上,还有文化上,还有各方面的这个交流呢,其实应该多以这种论坛,或者这种工作会谈的方式呢,能够多方面的去举办,才能够让这个民间上的这个交流,能够去把一些观念上面多做一个沟通跟这个交流。 感谢观看